巨峰埃塔吹襲中美洲多国,伤亡惨重 其中,尾地马拉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人 尾地马拉军方派直升机去到中部 发生山泥傾射的灾区,救起多个被围困的人 埃塔吹襲,触发当地山泥傾射和严重水浸 部分地方水深去到腰这么高 估计烟没超过150间房屋 埃塔星期二,横扫中美洲沿海地区 在洪都拉斯、班拿马等地造成伤亡 其后减弱向北移 预料将会靠近美国佛罗里达州